My life 一直在等待 空荡的口袋 想在里面放一份奶 Why 总是被打败 真的好无奈 其实我实实在在 不管帅不帅 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 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期待你早已发现我的爱 好几个娃 好跌尽也明白 不要走开 幸福的开始 都是放手去爱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 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期待 期待你发现我的爱 无所不在 我自然而然的 我自然而然的关怀 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心灵有命的方向 我一眼就看出来 是因为爱 我猜 你早已发现我的爱 绝对我 好几个娃娃 看预厉 我明白 不要走开 不要走开 幸福的开始 就是放手去爱 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 我最近发现你总是魂魄手是吗的 是不是受理总和程湘南的事情隐藏了 可能是有点影响吧 做事情总是不能太专心 要别帮忙 是吗 既然一个人总是胡思乱想的话 那不然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吗 很多事情呢你要说出来的 别在心里会憋坏自己的 你呀 你都想想出也没什么 你一定等着老鼓嘴上脸 开口闭口吐指 这一方面 我的确没什么天分 情人不足嘛 以前某人不是常过在酒吧上搜 小奈 那就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下资料给大家吧 好 我现在就去准备 这两天我们联合乔瑞斯进行的危机公关还不错 媒体呢现在的态度也没那么坚持 看来你那个铁石新肠的老爸总算心软了那么一下下 想要放他一马呀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慢慢的应该会平息下去 希望 那天我找了模特试了一下成衣 我发现保时放置的位置和角度 如果不对的话 会对服装产生负担 比如说下垂和不服贴 并且服装的美感也会产生影响 我后来去找了通灵的沈总 我跟他聊了一下 我也有了很大的启发 所以现在 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做一下调整 但是呢 必须在不影响设计的情况下 减轻保时对服装所产生的负担 就是这样 怪不得你这几天都在埋头裤带 我还以为啊 是嫌我们工作效率低呢 原来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啊 也有可能是嫌弃你们工作效率低的原因 好 好 那我们开始吧 放心吧 伯母 我之前托机场的朋友查到 向南去了意大利 但是意大利总公司里面的同事说 还没有他的消息 放心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去找到他 一有什么消息的话 我马上通知你 我女儿怎么突然跑到国外去了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现在谁来管我 您和伯父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来找我 小南最好是没有事儿 要是有事儿的 你这点钱 你们两个慢慢吃吧 我去一下银行 我可真是长失眠了 有这么大妈的吗 她知道脸字怎么写吗 她女儿出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还给她钱 我有责任的 要照你这么说 世界金融危机我也有责任 那富方次的责任 你也打算承担喽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李唐可是比你进水到台 明镜 拜拜 今天啊又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方思呢 方思去乔瑞斯给林总送图纸去了 那个渣男 看他还能在这圈里混多久 血行血真兮吧 可惜呀 乔瑞斯做了璀璨二气的代表 以后还得共事 躲都躲不掉 我说 该不会是你们两个都不想去乔瑞斯 所以扔给方思了吧 好没运气啊 我们说得用快递嘛 快递啊 公司机密 亏你们两个说得出口啊 完了 你说那个渣男平时就表现的 像一口把方思姐吃掉的样子 完了完了 有去无回了这回 李总总 方思又可去叫林浩然 是啊 给给给我们的 你怎么来了 图纸我改了改 你看看 我还以为你不会想再见到我了 别人都不想来欠你 抓我来了 是啊 我这种人谁还愿意见我呢 你欠别人的 总会有另一个人要回去 别人欠你的 总会有另一个人还给你 你对某人做的事情 你对某人做的事情 不管是付出或者伤害 总会有另一个人报答或者报答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人生的无情与多情 绝情与难情 总体来说是受欢迎的 总体来说是受欢迎的 我可以理解你先谈心情 只是你的做法我不管你多 放肆 找到三大了吗 找到了 他去了意大利 出去了 出去散开心也好 我没有好好保护他 也始终对不起你 对了 班姐今天帮我拿这辆车去保养他 你可以送我一程吗 好 谢谢 疼 走 你又犯什么病啊 我的车在乔瑞斯 马上回去 这怎么家呢 跟他同个性别我都觉得丢了你 你还对他论论和忘了吗 你怎么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还好跟你不是同一个性别 不然我都觉得丢人 停车 跳车 你 你家伙刚才是不是有对你做什么 我怎么觉得他爱慕 你怎么那么猥琐啊 再说你谁啊你 你凭什么管我 我你前男友 行了吧 你看 他要追上来 我就说他 他出去了男子保兇了嘛 保兇个屁 他根本就是对你有企图嘛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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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吗 今天又是活了 我神经病啊你 你才神经病 心里对你有企图 你看不出来吗 喂 喂 你快慢一点 快点 我的心已经更小 抓不下边了 快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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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在哪儿啊 快点 换车换路啊 我就不信你这样 他也更倒霉了 来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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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这么拉我啊 东西走不快 你好多做 喂 来 不要乱动啊 都摔了 你不摔了 不要啊 不要乱动啊 来 来 来 好吓啊 不要 走 好帅啊 这就是你做的饭吃吗 挺好的啊 你这么大自然 你给你一切跑不掉了 说什么哪天啊 现在都已经真相大白了 你不会说你还喜欢那个渣男吧 那你一定想要的 这一份真正的孩子在你面前 我觉得没有真心 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小老闆 叫他 晓晓 融 对 而且我都要不要 个人家 他也没时间要 不好意思 我这儿不能动 各位伯母 你好 我是尹昊然 我想问一下方思在不在 尹昊然 你以后别再打电话了 怎么那么多文字啊 我走不动了 不是钢铁女超人吗 还不是托你的福啊 如果你不扔我手机 我能这样吗 车子就在前面了 快到了啦 走吧 你真的那么严重啊 你不要穿高跟鞋嘛 找麻烦 我看啊 我让你看 我让你看啊 过来啊 对啊 这样子呢 那你没想到 我以为我有奔向能 去跟我爸成家 其实你爸就是想 让你回理事工作 反正你现在做的 有职业经理人麻烦 也不一定要做辅助 职业经理人也好 职业徒子也好 我就是不想要再受我爸爸 我要让他知道 我靠自己我也可以过人 虽然他真的不在乎 我理解他不在乎 我的感情他不在乎 我有一切他都不在乎 不在乎 干嘛啊 那你就继续做了 一直做到他看到我一直 而且没有让他看到 我自己可以走的 不要在我命运装坚强 上来 自己从回来让你摔下去 什么钱啊 脚还疼吗 这样 你小心点啊 帮我看前面的路 你往前走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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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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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上来 你还是放我下来吧 还没到啊 可是快到了你看 我都可以自己走了 干嘛怕被看到啊 不是啊 怕什么啊 反正伯母也是在我这边的 赶快带你上去看你的脚吧 你怎么能那么无赖啊现在 你帮我下来 你到底要怎样啊 你不就是喜欢我这种无赖吗 你自己上去 干嘛 你自己 你帮我下来 你看 每餐一期的业绩 比上一个季度 又飙升了百分之八 剧彩正不证实 这个月李总要给大家派红灯 我上去 小姐 你怎么一点儿不兴奋啊 瞎傻了吧 有什么可兴奋的呀 我跟方思还没来公司之前 那璀璨一期已经上市了 就是这个璀璨 把方思的工作室搞得 对 咱不早握手言和了吗 有钱大家一起赚 这奖金您肯定有份 就算没有 我的奖金 听开 我才不稀罕了呀 现在方思可是 垂签二期的设计师了 我相信她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二期一定比一期更多 我等着这一笔呢 我也等着你呢 还在擦药啊 你脚好点了吗 好多了 小心 真是 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图纸的事情还没有搞定呢 而且新修的样衣效果 我也不知道 我得去公司一下 坐下 小李子昨天不是都说了 今天给你放假吗 咱们一教这个文化学吗 我昨天发现了一个秘密 昨天晚上小李子看你那个眼神啊 真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 那是累了眼神呆滞 什么眼神呆滞啊 我跟你说 你妈我眼光可好得很啊 你看看 人家对你那样 你却对人家这样 小李子 对对对 我是说小李子真是男孩儿多好呀 妈 你也认好啊 很好的 你别给我打岔 每次我说到这儿你就给我打岔 我跟你说啊 你没有一次相亲给我弄成功的 我想通了 干脆啊 我就安排你们两个相亲 明天安排你们俩 让你们好好谈谈 我们现在就像黄昏和黎明 在某些时刻看着很相似 但是却隔了一整个黑夜 我不想再充脑不折了 什么黎明呢 我还张学友呢 你跟你妈绕弯 你就是一套一套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小李子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幼稚了 她现在已经很有责任心了 这你说的呢 来不及了 我要去上班了 你怎么 怎么又跑了 我们没说完 来不及来 我告诉你啊 我明天就给你相亲 我明天给你安排好 你这次要敢临阵脱逃的话 我跟你没完你听到没有啊 小胖子 不是很多休息吗 师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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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乎这点小伤 你说什么东西啊 来 什么 小胖子 我现在也开不了车 就先放在乔瑞斯上 我去帮你开回来 谁不对 你那么好心肯定有什么企图吧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 好心要帮你还被你嘲笑啊 可是你一张坏人脸 也好像戏录不对很累的 你一看也是胖子脸 你还在那边装瘦装什么瘦啊 不不不 而且我这拐脚的事情 也没赖在你头上 你不欠我的 好好好我不欠你 你 当作我制造麻烦可以了吧 先送你上去再帮你开车 有爱好不好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小李子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幼稚了 他现在已经很有责任心了 把车放到乔瑞斯 不是个尹浩然制造机会吗 我先还给我 怎么又是你啊 那么长 上次你请我吃海鲜 这次我请你了 好新鲜啊 来来来 终于笑了 方思 不用管啊 方思你听我说 不用接你再听我说话 别急啊 别急啊 小哥 别急啊 小哥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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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你去吧 这是把你订好了 应该停的场 晚上再把你开回去 妈 新手机 连一个软件 信卡都帮你放好了 还好小奈也要接你 谢谢啊 你有跑到这边来修了吗 最近你是跟从事沟通得很好吗 这里更安静一些 沟通是要养成习惯的 你这样动不动就跑到这边来 别人会容易误会 如果这次样衣效果 还是不好的话 那就继续修啊 看你要什么 时间 金钱 我通通可以给你 我不需要 谢谢 之前做分析也失败了 就是因为生产经理分不上 确切地来说 我的图纸在生产方面 的确是有问题 不是你的图纸有问题 是你的人工出卖的 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出现 现在不一样啊 还是那句老话 你只要专心好好画你的图纸 其他事情通通交给我 不要再花了 休息一下了 走 来 去吃饭 不行 我一会儿还要跟小蓝聊 急什么急啊 我又没催你 去吃个饭 我要跟你讨论我们的胃 他还骚扰你 他到底想干吗 要不报警 还给我 等什么等 挂 你凭什么挂我电话 还有 浩然是我的朋友 他不是什么流氓 他是一个你不怀好意的朋友 披着羊皮的狼 还有我警告你哦 跟他不要认了关 不管你是 他骚扰你就关我的事 老头 你明明知道我身体是什么 你不愿意做人的关系 你再说一句 我在跟你谈公事呢 我在跟你谈私事 你不希望被你爸爸控制 那么也请你不要用你的意志 和期待控制我 己所无欲物事欲人的道理 你不懂吗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请你赶紧消失 好 好 你不走我走 你有本事就把那条队也放在床上 也不知 根本就不管别人的感受 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还不理所当然的样子 对 封思 你怎么出来了 有事打电话叫我吗 对了 这个是你要找的资料 我都已经给你找好了 是不是 我又跟不上你的节奏了 不是 是 外面更安静一些 我现在问吧 你不是说外面太吵 里面才安静一些吗 给我问神醒了吗 因为李总吧 你跟李总闹别扭了 闹别扭 情侣之间才会将到别扭 那就是吵架了 我会和不讲理的人吵架吗 你去工作吧 我就去附近做做 那我扶你过去好了 昊然 方思 林总 你现在可是头条人物 还是尽量不要跟方思走 晓岚 我去工作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特意来找你的 找我 什么事啊 你要去哪儿 我送你啊 边走边说吧 你的车保养好了 其实我昨天只是想 是想找个机会跟你聊一聊 没想到里头会突然出现 挺担心你的 不过觉得你应该后得路的 我放心 谢谢你 不过我就想在附近里面找个安静地方画个图 我有个地方挺安静的 要不安全 放心吧 先担心者不怎么跟拍我 那我就去见识电视 走吧 我给你 放丝 真的被尹浩然勾了魂了 哎 斗啊 斗啊 夫商的合同下来了 我已经签完字了 你签一下 瞧你这样 又跟夫方斯吵架了 怎么了这是 早上不来好好的吗 啊 姜叔叔 一踢副方斯你行啊 喂 拜托 老大 醒醒我 妈你我呀 妈你 行的暗面谁跟你说 喂喂喂 大哥 喂 合同啊 喂 你背家子啊你 妈你啊 来 小心 你说安静的地方就是这里啊 对啊 来 顾前那边坐 其实这个角落 是一个挺好的创作空间 这里白天没有什么人 挺安静的 这里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了 我帮你弄一杯提神的饮料 好 等我一下 你对每个客人都这样 能办到你就最好 对 差点忘了 这个朋友笑 你试试我 没问题 浩然 就像我上次说的那样 我只是不认同你的方式而已 但是我可以理解 而且我相信你对待这段感情 是认真的 只是你们没有办法走下去而已 你为什么会相信 因为我相信你 其实我从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但是我在意你 我们永远不知道在别人嘴里的我们 有多少个版本 也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 而说过什么去诋毁你 我不会从别人的嘴里去认识你 就像你当初对我一样 谢谢你 好好工作吧 加油 请进 沈总 李总来了 伯父 董事 您怎么来了 以后期间说一声 我好去接你啊 都是自家人 不要客气 请坐 去 泡杯茶去 是 我刚才去了店面 他们说你到总店来开会 我直接过来找你 伯父特地跑一趟啊 有什么重要事吗 您应该也知道了 翠三二戏计划呢 暂时搁置 听说是设计图出现问题 虽然仪器扔在热卖当中呢 后续跟不上 仪器再有力 也是没有用的 我也听说了 伯父方司还专门找顾我 我今天来找你呢 想请你帮个忙 伯父请说 那我半辈子的酒啊 等我涂完这个药后 你就不许疼了吧 布料你确认一下 然后这个生产通知书 你确认一下 好的好的 李总 让你走 李总 让你走 让一下 李总 李总 不好意思 李总 你好像很闲哎 我刚好路过了 我好能看到你 路过N个来回了吧 那个 谁啊 是谁呢 我知道了 是那个 是 是 父 方 你没有吵架了是不是 我看起来这么爱吵架的样子 谁还关心那种的进度 那就好 那个 我好像看她跟尹昊然出去了吧 什么 想不想 干吗 想不想找公子啊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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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帮我见识了 你爹里边就移动包裹尺盒 然后在上厕所 用了几张卫生纸 都要被你经历了 快不住 走 别叫了 走 小心小心 没想到我今天还撑了救火英雄啊 你跟牛排有什么仇啊 你跟牛排有什么仇啊 我跟他没有仇 我只是 准备多元化经营嘛 其实我是看你工作那么辛苦专注 本来想弄块牛排给你吃的 结果 不好意思啊 我还以为尹昊然什么什么都会做 还以为你是办的 你以为我是机器猫啊 你是不是 还是我来吧 怎么啦 וע Tra 差点棴到自己手 这有契 bow 这样itzer 你满脑子都是图纸 剩下的还是我吗 过来 过来 如果伤到你的手 卖了我都赔不起 等一下味道不好 你可不要怪我啊 没事 你吃你做的 我叫个外卖就行了 叫外卖 那我做好一点 李总 这是这一次跟客户讲解的 你不用跟来的 我一个人可以搞定的 可奈 我看你装傻的本事 都快要追到副方思了 李总 你不要再逼我了嘛 你让我去监视方思 不行 不行了 我不能再做对不起他的事了 什么对不起他 是保护 保护他你知不知道 你总不能看他去跳火坑 眼睁睁地看他去死吧 没这么严重吧 你看看 他每次跟那个姓颖的出去 手机都关机 那姓颖是个渣男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一定会被他骗得团团转 你现在是他最信赖的朋友 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费信了 他的朋友已经够少了 如果连你都不管他的话 你真的要看他去死吗 算了 我能说了 我都说了 不行 李总 你说得对 作为他最信赖的朋友 我是绝对不会看他 被尹浩然给毁了 对 我要跟他好好谈一谈 没错 等一下 过来过来过来 我们都劝过他很多次了对吧 他现在是当局者迷 他听不进去的 所以你只要随时跟我 回报他的行踪 就可以了 好吗 李总 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她呀 因为她是公司的员工啊 因为她还要帮我赚钱嘛 所以我们不能让那个 姓颖的骗她 对不对 这个理由有点 好了 我还有事 我们要跟人家谈事情 沈总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伯父都亲自开口了 我又怎么能拒绝呢 但是这样也太狠了吧 希望这次 李棠和方思能熬得过去 可不可以吃完再看啊 可不可以吃完再看啊 我改变了珠宝的分布 希望这次的图版送过去 效果会好 你担心一旦进入流水线之后 又会穿越烦恼的问题啊 让我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你的设计很好 应付高端定制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一进入流水线的话 就可能会有比较高的遮损 原来你在做Fancy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一点 而且一直在想办法 降低你的遮损 可是这样一来 不但工作量会加倍 还有就是工厂 也会应付不来的 我希望浮予这次 璀璨更多的元素 但是每次到这个时候 都会进入到一个怪圈 我想表达的东西 只能体现在图纸上面 却没有办法适应生产线 可能我的事情还是有局限性 你没跟李唐说过吗 说了 算了 对你有弹情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放肆 我还是那句话 我永远都支持你 相信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这里居然是堂皇的宫茶 你会不会聊天啊 女神说知道了意思就说 你可以换个话题了 只有小方思这么单纯的人 才会相信 如果我不再你们两个 是不是打算在外面过夜啊 腿残总比脑残抢 我们合作了好 好为什么团体解决呀 解决就算了 你还跟我爸 他是开了天价是不是啊 兄弟 喜欢就算了 有必要喜欢成这样子吗 好 走了很远才回我走 伸出冰冷的寒流 再没有你牵我的手 不顾一切对我挽留 我一个人要怎么走 在没有你的路口 孤单时候 谁在身后 幸福相错还是相拥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交换温柔 我可以忘记了所有 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 记得你的右手 那种温柔是因为我 直到永久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交换温柔 我可以忘记了所有 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 记得你的右手 那种温柔 是因为我 知道永久 是因为我 知道永久 在永久 但只要期负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